嗯,我們又有一條代數雙跟號的問題 我們又來看看這條數怎樣做 這次在這個細跟號裡面 我們有一個x加1給我們做一個顯數 這一塊東西整個東西可以怎樣解釋呢? 我們看到前面是5加x 我們嘗試拆一組x加1出來看看怎樣 前面呢,就是x加1,對吧? 那後面呢,就調抄這個東西,減 我花巧一點點,就寫2乘以2 跟號x加1 然後再加,因為這個之前是5來的 5拿了1就剩下4 那4呢,就是2的二次方 我發現這個是完全平方數來的 我們如果把這個x加1寫得花巧一點 就是跟號x加1的二次方 那就是a的平方 減2ab 再加b的平方 所以這塊東西,原原本本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完全平方數來的 就是x加1 減2的平方 那對啦 既然這塊東西是一個平方 扔下去的平方根 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那我的答案呢 它就會出了一個 絕對值的表達法的 那就是 將括弧裡面的這塊東西 絕對值化去x加1 減2 那就是左手邊的這塊東西 那右手邊呢 基本上是同理的 我們撿一組x加1出來 這個就剩下9 9就是3的二次方 而這個負6呢 其實也就是負2乘以3 那這個意思 所以呢 這次右手邊的這一塊呢 就是又是絕對值 跟好x加1 減3 那呢 在瞬間我們就會把這個 雙跟好問題呢 變成兩個絕對值的問題 嗯 那既然是這樣 這次 兩個絕對值 那兩個絕對值 裡面各自 都含有一個 x加1的跟好 那是這樣的話 又是時候出動我們平時 而解開絕對值的一個方法 那當然就是 拉一條軸出來 那條軸呢 例如 左手邊我們會看一個 跟好x加1 它各自會佔一個什麼的數值 那跟好x加1 它最小最小 那就是0 因為跟好裡面的這一塊東西 它最小一定是0 那這個是0 那然後 減2 那可能2呢 就是一個 標記了 那然後還有3 那3呢 都是其中一個標記了 那記住 這一條軸呢 其實是不on scale的 但是我要 由於要Define一些Vision 那之後去Everivate這個絕對值呢 那就是要有些空間去寫字 那一條數字就分成0 用0來做分解點 2、3 那相對地 它們的x各自表達是什麼呢 那在這個case 0的話 x就是-1 2的話 2的話 這個x 就是3 3的話這個x呢 就是8 那就是這樣解的 那由這一刻開始 我們就可以計算這條題目了 那首先 在這個Vision 在0和2中間 那就是這些東西 全部 這個絕對值 和這個絕對值 它們都是小過0 由於0的話 就剛剛踏著2 在這個來講 那小過0的話呢 我們全部都要在前面加一個負號 那所以呢 那這條式呢 這條 這條原本的這條式呢 在第一個Vision 這個叫Vision1 這個是Vision2 這個是Vision3 這個是Vision3 那從後面來說呢 那 我們全部在前面都要加一個負號 跟好x加1 減2 再減 跟好x加1 減3 那呢 負負得正呢 我們之後就會得出以下的結果 就是5 減2個 跟好x加1 那這個是第一部分的答案 那對於這個Vision2呢 嗯 這個絕對值呢 就已經成為了正數了 在這個Vision裡面 這個是正數 那所以我們不需要再加一個負號給它了 跟好x加1 減2 那但是這個呢 仍然都是負數 因為它的Vision在這裡為主才是0 那所以呢 我們要減 跟好x加1 減3 嗯 那既然是這樣呢 我們 這個就跟這個相減 然後負負就得正 那就是變成3 減2 那所以呢 這個Vision2呢 答案呢 就是1 那對於第三種情況呢 我們 我們這次全部都是正 那就可以索性 拔掉這個絕對值的棒棒 放一個標準的固定 進去吧 跟好x加1 減2 加 跟好x加1 減3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這個Vision的結果呢 就會等於 兩個跟好x加1 減5的 的 OK 那 這條題目呢 就是這樣解釋的 首先 將 雙跟好的題目 變成了 雙 絕對值的題目 然後當普通的絕對值 去解決這條問題 那 就是這樣解了 那正確的寫法呢 其實應該要寫得標準一點的 就是說 當x 是 在 負1 和3 之間的話 就會有這一組解 當x 是等於 3和8之間的話 就是這一組解 當x 大於8的話 就是有這個解 就是這樣簡單